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鱼的AI技术学堂 那在2024的今天呢 很多人都通过AI工具 在YouTube上面 IG 挣到了一个美金 那么这个里面呢 很多的图片呢 都是用AI生成的 那么AI绘图呢 为首的就是一个 Bjerni绘图啊 非常的强大 几乎呢 它能理解我们需求 它完全能通过我们的一个描述呢 生成出我们想要的一个图片 甚至比我们想象的效果更好 但是呢 可能还有很多新手朋友 都没有这个Bjerni的一个账号 那今天的小鱼的这期课程呢 就是跟大家讲一个 新手基础入门 那么我们很多人还没有一个 Bjerni的账号的 一定要认真的看完这一节课啊 都是一个从头开始 一个最最基础的教程 我们回顾一下啊 小鱼的前几期教程 那这个呢 是一个参数大全啊 里面的所有的参数几乎都讲了 非常的全面 我们很多的新手朋友呢 那可能是合租的 那在合租的时候 遇到一个不出图情况该怎么办 那么这期视频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还有这一期呢 是以图绘图啊 怎么样生成一个连续性的人物 包括在同一场景里面 怎样出现两个人物或者动物 那这一期呢 也是非常详细的一期教程 有需要的朋友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讲Mijiri如何注册 那从头一步步的教大家 如何注册和使用 因为呢 这个Mijiri呢 确实是啊 现在是火爆全网的一个AI工具 最起码的我们要知道 它的账号是怎么来的 那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我已经完成了一个 Mijiri一个社区的一个注册 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小鱼画的 那么可以看到 Discord里面的社区里面 非常的热闹 我们能看到他们画的一个图片 看一下啊 非常的逼真 看一下一个动画生成出来的效果 那我们废话就不多说啊 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这一个教程啊 想要学AI绘图入门的 一定要搬好小板凳 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啊 并且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方便你下次想要操作的时候呢 能够快速的找到这个视频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的Mijiri呢 它是运行在Discord里面的一个 AI软件 那首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 Discord的账号 那我们就要从注册Discord开始 首先呢 我们打开一个谷歌 在这里呢 我们搜索Discord 那这里我们就能看到 在第一个啊 这里有一个像一个骰子一样的一个头像 我们点进来 那这个呢 就是Discord的一个官网 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的一个登录 那这里因为我是有过账号的啊 如果没有账号的朋友呢 这里是要用你的一个邮箱来注册 虽然呢 这个Discord呢 它是不需要 Discord的聊天室 它是不需要科学上网的 但是Mijiri呢 是需要科学上网的 我们这里点击 你如果说是一个新用户 添加注册 那在这里啊 需要新的账号 我们点击注册 这里需要输入我们的一个电子邮箱 那据说是呢 一个QQ邮箱呢 是没法注册的 我们需要一个电子邮箱 那这里呢 我用的呢 一个电子邮箱来注册 那么我这个邮箱呢 它是一个谷歌的邮箱啊 不支持QQ邮箱啊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不行的话 就注册一个网页啊 或者其他的国内的一些邮箱啊 实在没有的话 可以先去看一下 去注册一个谷歌邮箱 也可以的 我们这里先输入一下啊 选择一个你的电子邮箱 Discord的话 可以自己想一个 这里就是要输入你的一个 还是一个邮箱 再输入密码 输入你的一个出生年月日 那这里我们需要勾选一下 愿意接收Discord的最新消息 那么这里就点击继续 这里就需要验证一下啊 你是人类吗 我们这里勾选一下 这里还需要验证一下 请点击与其他对象不同的对象 那么就是这个猫了 这是条狗啊 不是猫 那么不好意思刚才出现一个错误 在输入出生年月日的时候呢 输小了啊 必须年满13岁才能使用 啊 我这边倒回去修改一下 那么创建好了之后呢 最后我们可以直接登录 我们需要验证一下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再继续登录一下 OK了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登录进来了 那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 我这里现在是一个网页版的 Discord的 还有一个 这个是网页版的啊 Mijiri也同样是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呢 是在Discord里面的啊 一个Mijiri 在这个上面呢 也是可以用的啊 网页版的也是可以的啊 看大家方便 那在这里呢 我再多说一句 如果在 在这个申请 Discord账号的过程当中呢 需要用手机验证一下 那么呢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号 如果不想用自己的手机号呢 那也可以去这个接码平台 在这里呢 来选择一个 手机号来临时 领取一个验证码 我们可以往下翻 这里找到Discord 点击来 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啊 号码验证 因为我们注册 就是需要验证一下 那这个号码 几乎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你可以查找你的国家啊 比如说中国 你选中国啊 这下面这些啊 都有 那每一个呢 也不贵啊 就是几个路部 购买之后呢 就可以到这边呢 就看到你的购买信息 那如果说你这里面 还没有一个余额啊 没有就是说里面 没有充值的情况下 点击这里 先登录一下 登录下了 登录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那可以来到这个页面啊 可以看到这里可以 我们可以用支付宝来充值 因为这是一个接码平台啊 我们国内用起来 也是比较方便的啊 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可以用支付宝点一下 这里你进行充值就可以了 在这里不用充太多 一美元两美元都可以啊 一个号的话 使用一下的话 大概也就是说 一个一美元还用不完 充值好之后呢 就能在这里看到你的余额啊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 购买一个号码 那验证好了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 直接登录到这个 Discord社区里面来 这里呢 我就讲这个 Discord社区里面 网页版 其实操作起来 更加的简单 进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先 创建一个频道 在这边 左边的最下方 拉到底啊 可以看到这里 有个添加服务器 我们要创建一个 自己的服务器 我们点击一下 那么这里呢 点一个亲自创建 仅供我和我的朋友使用 再点一下 我们输入一个服务器的名字啊 比如说我这里是小鱼儿 这里可以输入一个图片 那个图片呢 就是方便你下次在看的时候啊 这边可以 方便快速地找到 点击创建 那可以看到我们 服务器已经创建好了 那这个呢 就相当于我们 在这个Discord社区里面呢 自己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画室啊 那在这里面呢 其实它Mijiri呢 它也有个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公共频道 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群 我们可以 都可以在里面绘图 但是里面使用的人特别的多啊 你在里面会非常的挤 可能你绘的图一会儿就找不到了 因为很多人在里面绘图 所以这里我们要创建一个自己的频道 这里呢 已经创建好了 创建好了 下一步呢 是不是可以绘图了呢 lowlowlow 还不可以啊 我们需要把这个Mijiri的这个机器人啊 拉进我们的这个小小的画室里面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找到一个Mijiri 我们可以还是点击右边 这里我们能看到它的一个头像 在这里点一下 点了之后呢 在这里可以看到Mijiri的一个头像 我们再点一下 添加APP 那点了之后 这里就会出现 选择一个服务器 把刚才的小月儿找到 在这里小月儿 OK继续 再点授权 这里又需要验证一下 我是人类 这里 还要再验证一下 OK了 看到没有 Mijiri的一个机器人呢 已经获得了授权 已经添加至了我们的一个服务器里面 我们就直接前往 可以看到啊 现在机器人 我们能看到我们这里面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Mijiri机器人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了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输入一个Image 输入一个Cat 小月儿最喜欢的就是画猫了 发送一下看一下 它这里显示是我们的列队已满 需要排队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做画了 那这期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这么多了 首先就是讲了一个我们如何呢 首先就讲了一个我们如何在Discord里面创建一个自己的账号 那接下来呢又讲了一个如何在Discord里面呢 创建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最基础的知识 那么这个创建起来呢稍微有一点麻烦 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验证的手机号 或者没有一个邮箱 那这里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 小月儿的视频下方有一个Mijiri便宜合租 那我们可以打开这里可以看到Mijiri便宜合租 我们点进来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 这个号呢因为它是一个成品号 我们可以直接这里 而且呢它比起我们呢 而且呢它比起我们官网的一个价格呢 又要优惠很多 那大家可以看到官网是288 那么这里呢只需要59块钱一个月啊 大家可以点进来 如果说你经常需要绘图 你的你的你使用 你要经常使用 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个便宜合租 那这个用起来有一点好处 就是它非常的方便 这里呢你合租的就是一个成品的账号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账号呢 直接拿来登录到我们的一个Discord里面就OK了 不需要你再去进行其他的一些什么注册啊 直接把账号登录就OK了 那今天呢小游的课程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就讲了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知识 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的一些 官网币经理的一些知识呢 大家可以看我往期的啊 之前呢小游也做过几期 官网币经理的一个连续性人物也好 长宽比这些啊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